請國台辦去轉達 我希望未來一個禮拜 台海是平靜的 老共的軍艦也不要在台灣繞來繞去 讓大家心虛不寧 我要跟國台辦喊話 因為我昨天看到美國新聞週刊 Newsweek的報導 去年一年 中共的飛機 軍機 進入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基本上防空識別區 就是認為已經靠近中線 或是跨越中線了 有1709架 但是12月的時候減少了一點 12月是80架 不過全年還是比前年增加了76% 那我再查一下 今年1月1、2、3、4 就是1月1、2、3、4 還有了過來 那我在這邊要跟國台辦喊話 是不是請他轉告解放軍的有關部門 剩下一個禮拜台灣要選舉 不要再到海峽中線附近 請你們讓台灣海峽保持和平 讓我們的選舉能夠非常平和 那因為每天這樣來 每天這樣來 給台灣人民是有壓力的 那既然我們都要選舉這麼重要 就不要來了 既然12月你能夠降低數量 突然給我一個靈感 我今天早上要擠床 突然想到12月既然能降低 所以這表示一個善意 請國台辦轉告解放軍 表達一個善意 大陸的台灣選舉的一個善意 那我也沒有什麼管道了 我只有透過媒體 向國台辦喊話 請國台辦 因為對台灣事務 這是國台辦統籌 協調 請國台辦去轉達 我希望未來一個禮拜 台海是平靜的 老共的軍艦也不要在台灣繞來繞去 繞得大家心緒不寧 好 謝謝新聞網 陽 anni 風格 陸是同一路 感谢观看